人生就像一个很长的旅途 但无论路途有多遥远 Willowdale Subaru都会陪着你 大家好 欢迎回来 马上还有将近不到一个半小时时间 我们的各大的投票站就要开始开放了 那么我们也一再地呼吁大家要出来投票率 是从华人历来的投票率都相当的低了 那么今年来看总体的投票率 从之前的提前投票情况来讲相当的高 所以看来今年整体的选民 对市选的关注程度是相当的高 那么大家也非常希望 在今年市选里面整个市府 可能可以做出一些改变 包括将来咱们的名声 整个多伦多市的发展 能够做出一个更明确的发展计划 包括有一个非常好的改变的方向 那么今天我们嘉宾时转 请到了我们的嘉宾也是跟我们市选 非常密切有关系的 那就是来自于多伦多华人福特候员会的主席 沈青睿先生 跟我们一起聊到有关福特竞选方面的消息了 是 好了 早上好 早上好 沈先生 非常特别 连这个一个市长的候选都会有一个候员会 当然我们听到这个候员会都像是在支持一个明星 但是这次这个竞选因为非常的激烈 感觉就是像在捧两个明星一样 没错 那么您作为这个福特候员会的这个主席 现在是不是也是感觉到这个市选的这个热烈程度 因为今天已经是投票热了 会不会你们自己会不会紧张呢 当然有一点紧张 因为这个时间紧迫了 那么这个过去选民 这个出来选举的情况不太热烈 所以我们现在积极在催促这个市民赶快出来投票 给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福特的华人候员会 你们是从什么时候成立的 一开始有什么样的想法让你们要成立这样子的候员会呢 大概在一个半月前 那么这个我们常听到说这个华人一向不太喜欢出来投票 那么这个投票也非常低 事实上这个市选跟我们市民关系非常大 比如说去年的垃圾问题 就是每家每户都受到它的害处 所以我们有一些朋友就说这个应该我们组织一个团体 出来这个催促这个华人要多关心这个政治 多关心这个思选 所以我们大概在一个半月前我们成立这个华人候员会 那么我们找的对象我们是找的福特 因为福特它有它的特质 因为我们从报纸上媒体上看到它的这个 在市议员的这个办公费里面 它是零 别人都是在好几万块 它的这个它是零 一毛钱不花 但问题是反对派有提出来就是说 因为它本身自己是有这个生意在 所以它其实根本就不需要我这个市议员的这个经费 这点来讲 这个经费是合法开支的 它可以报销的 不是说我有钱我就工费都不拿了 薪资不拿也不是这样说的 那么从44个市议员里面看 只有它是零 过零 这个就是我们华人最重视的一个围观的人 或者这个这些政治人物就是要清廉 清廉是华人最重视的 所以我们后来就讲 应该要支持复杂 那么其他的人当民调低那就没有用了 基本上你去支持哪一个没什么意思 那么就是要支持那个有希望当选的人 所以我们就选择复杂 那么其实说到这个华人的这个投票支持率呢 因为我们一直在呼吁为什么华人出来投票呢 一方面能够表达华人自己的这个声音了 那么将来呢包括这个当选人自己这个上台以后呢 可能出台的一些政策啊 可能更会倾向于比如说华人方面的关注度会更高一点 那么除了这个原来这个是比较笼统的一个大面上的一个讲法 那么从切身利益的角度来讲 你刚才提到比如垃圾啊各个方面的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我们华人要出来投这个福特的票 除了说我们刚才大面上谈到了一些详细能够关注到我们华人切身利益的 或者投福特有什么好处呢 我从简单从三个方面来说一下 第一个对待这个多人文化方面 这个福特他非常亲密 他这个对各族裔他没有起始 那么我们看他的对手 他就有这种倾向 比如说他的对手 他是在做这个卫生厅厂期间 他主导中医立法 那么中医立法是非常 歧视中医的一个法案 也就是说这个中医 假如说照这个法案做下去的话 将来在这个安省 中医就没有前途了 甚至要赶进杀卷 那么福特他不是这样子的 当然他没有做过 没有这个机会去做卫生厅长 但是他在接触华人 我们去跟他这个接触的时候 跟他这个联系的时候 他非常亲切 而且他说这个所有的这个主义 是一律平等的 他说我就是尊重 这个多伦多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这个是 这个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所以这个是一个 我们的这个宪章里面规定的 所以应该要这样去做 那他竞选初期 他可能说到一些 比如说是可能多伦多 关于新移民方面 对 新移民方面 可能多伦多现在需要照顾到 目前所有的这个居民 并不可能这个 照顾他太多的 接触到更多的新移民 那对华人来讲 比如说有些团聚移民 类似这样的事情 会不会有一点影响 他的意思是 他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先把多伦多市搞好 因为多伦多市 现在市政经费 这个亏损很多 所以他希望说 我们先把我们的 这个多伦多市的财政把它弄好 然后我们再接受新移民 他是这样 他不是拒绝新移民 假如说这个家庭 又不是一刀切的 对 假如说这个家庭 现在都这个负担很重了 都没办法承担了 你再去找 再有一些人再来分担 分这些经费 那不是我们是越来越穷 我们的建设越来越落后了 是这样子的 这个时间有限 很快有一点我想讲 因为这个福特这次竞选 里面一个亮点 就是削减这个过度的浪费 包括财政开支各方面 当然没错了 对对好多市民来讲 也是好消息 包括减税 废除这个土地转让税 包括汽车登记税等等 但是比如说反对派 就会提出来的 你削减这么多开支之后 你到底能不能保证 日常的之后的一些 市府提供的服务 我们的自治会回家大量 对不对 是不是其实到最后 还是要来讲 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曾经跟他有过对谈 那么也谈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的市政浪费很多 举一个例子 这个我们多人多市的 这个垃圾的这个收集 是工会去做的 那么工会一直 就是说他不是外包的 不是这个公开招标 所以这个工会予取予求 你不给他相当的代价 他就不跟你收 就让你这个垃圾泛滥 那么他说将来我当市长 我是公开招标的 哪个清洁公司的 这个投标的价钱最低 就给他做 他不做就有合同的嘛 该发钱就发钱 他可以从这样的去节省很多开支 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 当然还有 他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 他是有250个员工的一个企业 他这个几十年来都发展很好 他说将来我懂得怎么样经营市政 怎么样在这个市政的经济上 能节省开支 然后开源节流 所以没问题 消减这个税收 将来还是可以省很多钱 好的 非常谢谢沈先生 说的话今天这个时间有限了 当然福特各方面的这个正高内容 也是相当的多了 那么接下去时间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 有时间回来了 继续跟沈先生聊有关这个 福特提供方面的这个话题了 好的 接下去时间呢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了 稍微休息 谢谢